你真的很重視對方的時候 其實面子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是你要去衡量那件事的重要性 其實你們在聊什麼 不是為了鬥氣 Live Food Style Live Food 你的生活國度 我是Shiga 因為我自己是一個挺喜歡做DIY禮物的人 所以我不是只有另一半 我對身邊的朋友、同事 或者是另一半 都喜歡做一些小心意給他們 希望可以得到一些 我覺得在金錢上買不到的小禮物 主動就真的少一點 因為我個人挺被動的 我不是很懂得怎樣去主動 其實我覺得可以是我的缺點 因為我對於很多事情 我都是比較被動的 尤其是在感情方面 很多時候我不是很懂得 在自己喜歡的人面前表達自己 所以我通常都是被動的 我覺得唯一一個主動的 就是可能嘗試多點溝通 就是跟他說話 希望他會感覺到 你真的很重視對方的時候 其實面子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 是你要去衡量那件事的重要性 其實你們在聊什麼 不是為了鬥氣 我覺得鬥氣是沒有意思的 如果兩個人很認真 希望他繼續維持他們的關係 應該去拆解問題 而不是為了鬥氣要他贏 我覺得這樣 如果將來要說到他結婚 或者生小朋友的時候 其實這樣對家庭不是一件好事 所以我覺得大家要用一個最冷靜的方法 或者對事而不是對人 我相信每一個女士都一定會有憧憬 對於愛情這件事 或者是甚至乎是有自己家庭 或者是小朋友 但我覺得我會順其自然 因為我覺得很多東西 不只是愛情 很多東西都是 你越強求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反效果 所以尤其是感情上的東西 是不能勉強的 所以我覺得是自己 還有很多東西要 真的要少少聽天由命 我想反而是因為父母的分開 對, 令我更加渴望有家庭 很多人會說可能很有趣 如果你父母分開了 你可能會對愛情沒有了憧憬 或者沒有了信心 但我反而是因為父母的分開 令我更加渴望一家人的時光 因為很多東西不能回頭 我沒有可能再回頭 大家可以坐在一張桌上吃飯 每天回家 大家就這樣很簡單 吃一頓飯 問問大家那天的究竟 這些這麼簡單的事 對於我來說 其實已經很難可以達到 除非有一天有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家庭 自己的小朋友 所以都更加渴望這件事 都恨的 其實一向都恨的 不過入行之後 就真的會有一個在這方面的改觀 因為很難的 尤其是女藝人 你又要有家庭 又要做幕前的工作 其實都很難找一個平衡 我覺得現在這一刻 我都會繼續想努力工作 但是感情或者其他的事 就順其自然